疫情影响好多人不能出国 干脆往山林里面跑 就马拉松比赛在山林间举办 南朝布里山林越野赛 吸引了上千人参加 分别是从凌晨四点就开始起跑 一路上可以边欣赏美景边跑步 跑完之后直接泡当地温泉 非常享受 起跑墙一响 所有跑者往前奔跑越过小桥 旁边还有美丽湖泊 马拉松分组起跑 最早的凌晨四点就开始 大伙人摸黑带着头灯跑 成了长长灯海 这场马拉松赛在南朝布里举办 是已经连续第五年的山林越野赛 吸引上千名跑者参加 其中有来自三十五个国家 两百多人 常住在台湾的外国人参赛 代表的不只是台湾的风景 还有包括原住民的文化历史 跑完马拉松 还可以跑温泉舒缓全身肌肉 在山林里面跑 然后最后有温泉 真的很棒 很享受 我刚刚泡到一个完全忘记自我的感觉 跑完泡温泉 让选手直呼超享受 这场山林越野马拉松赛的活动 刚好搭上南投当地的温泉季活动 选手跑马拉松 除了可以边跑边欣赏山林美景 跑完还可以泡温泉 让参赛选手大战 是一场难忘的马拉松比赛 华市新闻 熊木兰杨宗颖 周大祥南投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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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